几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在这几年的时间里 诸神万界也是逐渐的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就是整个万界隐隐间弥漫着强大的气息 一方神界虽然浩瀚广阔 只要其中的万物神灵有所实力上的提升 那么也会带动神界的力量不断的攀升 在天古浩劫前或许是神界养万物 那么天古浩劫之后 神界损失惨重 逐渐走向落寞 所以主神大能都是屈指可数般的罕见存在 想要让一方神界重新崛起 恢复到巅峰 那么就需要生存在万界中的这些神奇强者提升实力 只要他们的实力越强 那么万界也会变得庞大起来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 万界圣子争夺战也是如此 因为如今大咒中主神大能少之又少 只有让那些天位神获得大道机缘路 一步一步的登上主神领域 才能诞生出罕见的主神 每一位主神的诞生 都会使得大咒充满一分玄妙的力量 所以在这几年之后 那些天位神的实力在修炼之下 变得比以往更加的强大 很多他们都已经准备开始前往东周之地 圣花殿 去参加那万寿瞩目的万界圣子争夺战 距离万界圣子争夺战 已经没有几天时间 此时的单神塔中 不少修炼的弟子纷纷出关 他们的实力自然也是有所精进很多此次 单神塔前往参加万界圣子争夺战的成员七位 而这七位 皆是那塔中十大神斩老的青传弟子 实力非凡 更是达到了高阶天位神 甚至那位大师兄和二师兄 皆是达到了巅峰天位神的领域 而那位二师兄才刚刚突破不久之余 那位大师兄的实力早已经是九重天位神 再经过这四年的修炼 他的实力更是直接登顶九重天位神后期二师弟 也突破到九重天位神的领域了 真是不赖啊 你天地派系的师父们 恐怕给了你很多单要作为辅助吧 此时 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 他的五官端正 眉宇间透露出一丝俊意 身上的气息蕴含着五行元素 给人一种震慑之感 他正是内塔的首席大弟子 郭九木和 大师兄也不赖啊 九重天位神后期 师弟很是佩服羡慕啊 被称之为二师弟的那道身影 也回应到 他的双手白膝而修长 仿佛没有沾染过尘埃 眼眸深邃 如同清晨的湖水 他的嘴唇紧闭 显现出一种超然的淡然与坚毅 衣着朴素 一袭白衣 不失先锋道骨之意 二师弟说话 还真是有点意思 不过希望 我们在万界圣子争夺战中 看到你也能够成为获胜者之一 郭九木对着二师弟淡淡一笑 语气很平和 看似没有毛病的一句话 实则暗藏着言外之意 大师兄放心 我们二人一定会是 最后的获胜者二师弟 同样是微笑的看着郭九木 然后在他们二人对话完之后 识到强大的气息 瞬间从远处袭来 下一秒就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然后在众弟子的身上 一一一扫过 倒是发现 他们的气息 已经强大了很多不错 你们的实力都已经提升许多 不过参与万界圣子争夺战的 每一道实力名额 只有十位 除了内塔的七位 等一出关 你们就可以前往东周之地的圣花殿说话的 正是十大神斩老的聂神斩老特 别是那位大师兄 此刻目光 看向露出期待之色的吴雪小师妹时 心中的一股怨气 就油然而生 自己真心喜欢的小师妹 为何会喜欢那位叫萧妍的臭小子 虽然如今萧妍 也已经正式地成为单神塔的弟子 但是在郭九木的心中 吴雪小师妹 就是属于自己的 现在还让大家等她出关 她恨不得萧妍不要出关 甚至想着说 炼化诸心本源的时候 被反噬作为九品药神的清传弟子 竟然还如此磨磨叽叽 怕是已经被朱星本源反噬了吧 大师兄嘴中也没有好气的出声道 但是被内塔的二师弟听到 有些带着质疑的语气问道 大师兄 你这话说的 有点勉强太小看萧妍师弟了吧 虽然自己与萧妍师弟 还没有正式见过面 但是 从他当年在炼神丹大会的表现 以及拥有多到神火的变态天赋来看 可不会那么简简单单 就会朱星本源反噬 他定然能够有着 吞噬炼化诸心本源的方法 二师弟倒是很看得起 那小子大师兄直接冷笑一声 对于硝烟 他是最不看好的 不仅是大师兄 就连其他五星派系的清传弟子也不认可 硝烟能够吞噬诸心本源 那可是神火中排名第二的恐怖存在 就连塔主大人 都没能收服炼化的诸心本源 他们自然是不会相信的 看来大师兄 三师妹 五师弟和六师弟 你们都不相信了 这位内塔的二师兄 看到他们都不相信硝烟 也是一脸无奈地摇起了头 既然你们不信也罢 我和四师弟 小师妹相信就够了 不过 我有一种感觉 这一次 硝烟师弟出关 他的实力 将会是达到非常强大的层次 就连我这位二师兄 都不敢轻视此话一出 五行派系的那四位清传弟子 倒是微微诧异 平日里这位二师兄 可是很少夸赞别人的 就算是郭九木大师兄 他都没有这般赞赏过今日 竟然会对一位 曾为正面见过的硝烟师弟 倒是有着绝对的自信与把握 现在说这么有什么用 至少等他出关之后 再看看 也不迟 但是 我相信你所说的话 很快就会被打脸郭九木淡淡地笑道 只是那个笑容中 隐藏着对硝烟的厌恶之色然 上空中的十大神战老 再次出生到 万界圣子争夺钻 即将来到 我们单神塔 虽然派出了十位成员 但是 想要获得大道机缘录的 只能是三个名额 至于你们能否获得 就要看你们自己的实力了 不过来参加这一次 万界圣子争夺战的 都是那些神交级别的强者 以及一些隐秘超神势力的强者 据消息 他们的实力 可不会弱于你们的大师兄 你们也要小心一些 十大神战老嘱咐道贺 我九重 天位神后期的实力 再加上五星单数 就算是九重天位神巅峰 也有一战之力 郭九木倒是没有 将他们放在眼里 无比的自负墓 你虽然修为强大 再加上强大的底牌 可是对方的修为和路数 恐怕也不会比你差 特别是神罗殿的那位神交 上次在神灵城拍到了盗灵 恐怕不好对付 总而言之 你们务必小心 如果真的争夺不过 直接退出争夺战即可 千万不要因为此 而丢了性命五星派系的 神战老之手 声音低沉的对着郭九木说道 神罗殿的神交吗 盗灵 这倒是一位棘手的存在 不过 我也有压箱底的底牌 大师父放心吧 只是某些人失地 恐怕要注意 安全了说着 郭九木便是将目光 看向了二师弟 以及四师弟的身上 最后的目光 则是落在了吴雪的郊区上 吴雪小师妹 我觉得你跟着我 可能会更加安全一些 毕竟大师兄的实力 在那些万界神交之中 都是近乎无敌手的存在语气 中透露着自己的强大 同时也对吴雪的一种爱意的表达 见到大师兄的目光投懒 吴雪也是 直接拒绝 连忙的摆一摆手道 多谢大师兄的好意 不必了 我还是相信 二师兄和四师兄 会保护好我 见到吴雪拒绝了自己 郭九木的心中 自然有些不好受 而是那位硝烟小子 想到这里 心中的怨念 都多了一分不过 那位硝烟小师弟 怎么还没有出关 都快赶不上万界圣子 争夺战了二师兄 和四师兄二人的目光 则是瞭望着单神塔顶处 但在那个地方 依旧没有任何的能量波动 然而就在这时 单神塔的塔顶 小世界之中 突然爆发出了 十道不同属性的强大能量 如同天穷之上 璀璨星河青下下 在上空形成一片 灿烂夺目的神秘星空世界 随着神秘星空世界中的 这股能量 如此猛烈地散发出来后 以至于空气中 弥漫着一股神秘 而又深邃的多种气息 使得在场的每一个单神塔弟子 都感受到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压迫感 他们的神体 在这股力量面前 仿佛脆弱不堪 一股股剧烈的颤抖和炸裂声 在众人心中回响 每个人的脸庞上 都写满了惊恐与震惊之色 他们个个都瞪大了眼睛 望着那片仿佛真实存在的 神秘星空世界 竟有一种迷失自我的感觉 仿佛自己的神魂 被那片神秘星空所吞噬 就在这时 一道身穿紫色衣袍的身影 如星辰降临般的 出现在众人的虚空之上 他的出现 似乎平息了那股狂暴的恐怖力量 他的身姿在星空的映衬下 显得格外飘渺 仿佛他是这片神秘星空的 掌控主宰者 一切都将在他的意志下 诞生或消亡单神塔弟子们 屏住了呼吸 他们知道眼前的这道身影 实力已经达到了 深不可测的地步 紫色衣袍的身影 缓缓转身 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 那眼神深邃而充满力量 仿佛能洞悉每个人的神魂深处 在这仿佛肃杀的气氛中 单神塔的众弟子们 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 就连一些超级神奇 都纷纷地惊叹 这道身影变 是在消炎 以及单神塔塔主的帮助之下 成功凝聚出新神体的灵动 随着灵动的出现 下方的二师兄 都在其身上 感到了无比恐怖的气息 就连他都不敢掉以轻信 因为眼前的这道身影 给他的感觉十分的危险 使到不同属性的力量 真是强大到匪夷所思啊 他就是消炎师弟的那位兄弟吗 但是 在郭九木大师兄的眼中 就算灵动出现 伴随着那股威压令 所有人都感到可怕 在他的面前 就算灵动的实力 真的很强大 相对于他比较来说 还是无法让他视为 自己真正对手的认可 所以 郭九木大师兄 依旧是无比的自负 他师弟师妹要强大一些而已 那就是消炎弟弟的灵动兄弟 他身上的气息 好像非常的特别 简直无法探知 其中的神秘气息 究竟是多么的恐怖 无血微微抬起头 看着虚空中 那位紫色衣袍的男子 对灵动 也是有着不小的评价 灵动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辰 他的身影在虚空中拉长 周身缭绕着浓郁无比的 十种属性气息 他站立的地方 仿佛连空间都在为之颤抖 那古力量之恐怖 让在场的所有人 都感到心惊胆战 除了大师兄之外 其余的内塔清传弟子 以及其他众弟子的脸色 带着一丝苍白 眼眸中满是难以置信 他们从未见过 如此一人的身上 竟然拥有着 如此多属性的强大力量 然而 灵动的目光 却是冷漠而深邃 他仿佛一位高高在上的主宰 俯视着这片神秘的星空世界 他也有属于自己的自负 他也有自负的资本 其身影 如同一座危恶的山月 无人能够撼动 这位小兄弟的天赋实力 还真的不比塔主大人的 那位硝烟弟子弱 甚至此人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就连我都感到一丝吃惊 十种属性的力量 真是厉害 不管是天地派系 还是五行派系的神斩老们 都对灵动的实力感到吃惊 而且 对于灵动的评价 也有着非常高的定位 而灵动也是对着 十大神斩老拱手示意 后者们也是微笑的点点 投然而下一刻 灵动似乎感应到了 一股可怕的气息 但他的嘴角 却是露出一抹浮动 难道 牧尘也顺利出关了